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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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些學生的書包裏面是有一些宣傳單張 拿回家給爸爸媽媽 但是那些東西是怎樣進去的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只是展示 似乎打擊不是很大 因為我可以收 我可以拿 然後收起來 但是我沒有展示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如果只是講展示 是非常薄弱的 用約束力去防止他們的所謂宣傳單張 因為換句話來說 現時我們政府部門是不能夠的 現在所有的公務員都知道 不能夠拿那些宣傳單張上班 是嗎 過去這麼多年 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有些比較守規矩一點 但是如果是六間博企怎樣呢 這個是否只是靠展示已經足夠呢 那如果他不知道 他一包包入十六個箱 推出行李入到裡面 然後在口袋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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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然後員工收了 然後放進行李箱 或者收到裡面 這些都是一種宣傳啊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如何去執法呢 主席 但在操作時會移到很大的問題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以做了 舉個例子 如果將來六間博企有某個人 他想在裏面把宣傳單張給員工 如果他不給 他可以不給 因為始終是一間私人公司 變成他只是做給他自己 他不給其他人 那是否有一個問題 還是一件事 六間博企由於他是專營公司 是政府批給的 是不應該在裏面有任何 好像政府部門 任何一個活動 關於宣傳 所以宣傳包括傳單 但因為只是展示 我可以不展示 我可以收賣 收了之後我收賣 但我沒有展示 所以這個是要針對 因為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未來明年 這個會成為一個問題 還有過去 那個選舉 都是有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不公平的問題 因為有些員工 只是收一個組別 因為你政府都會寄 你政府都會寄 給所有的選民 所有候選人的單張 但是博企可以不接受 原則上他就應該這樣做 但是他不做 那怎麼辦 那就變成不公平 但是這個目的 如果你這裡是防止不能夠展示 即是換句話來講 不應該在六間博企 都是有任何的宣傳單張的進入在裏面 如果他有 那跟政府部門是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政府部門是不能進去的 麻煩 可否請清算席 麻煩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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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任何一個活動我們不介意 但是所謂派宣傳單章 你說要叫我們 那我們很不空 第二件事我想問 其中過去有些媒體 是因為候選人的企業 他根本令我一個候選人 包括他引用一些互聯網的 無名時的人士 構成誹謗 這些事實有個個案 有些候選人 十五天之中有四五天 不用派傳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去施警坐定定去報案 這些全處理 是構成誹謗的 那些選舉委員會 沒有辦法幫到 社會沒有辦法幫到 媒體照報導 一些匿名的 一些 完全不知道來自哪裡來 世界不知道哪裡來 查來查去都查不到 但是這些影響的 影響那個候選人 因為我沒有報紙 我沒有報紙 你們有否做一些事 關於某些媒體 某些媒體 是不是要小心一點 報道一些所謂匿名 不知道來自哪裡 而受到所謂不公平的競爭 來去選舉 這些是怎麼做的 我覺得剛剛是高局長所說 我要報道告訴你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任何事情都有人堅持我 連我派傳單都要報道 我派傳單會有犯法嗎 我真的不明白這個道理 你說OK 大型的 會所五百人一千人 廉政公處理我歡迎 我出請假都沒有問題 譬如五個活動 在某個特定的地區選舉委員會固定設定好 多少時間什麼日子 這些沒有問題 這些我們一向都有報 但是你說宣傳單張 好像梁慧仔那樣都要報道 這是很大的問題 麻煩你答清楚些 避免將來執行的時候有問題 如果是真的要報 不要緊 我們就要報 那我報澳門探製盧環 covers全部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去到哪 麻煩你